这里呢是一座这明代的丫鬟墓 这里呢是为它的包顶 下面还有它的地宫 它这座丫鬟墓呢是在这非子墓的两侧 大家一听到这丫鬟墓肯定会非常稀奇 在这中文古代这丫鬟的地位并不高 是谁能够单独为丫鬟单独建一座墓 并且呢还有一个庞大地宫 在以前它这里就是为整个墓室封住的一个地方 这本来这陆王妃 它所留下来的记载就非常少 更没有人为一个丫鬟去留下死墓 在几百年来它这个墓室依然存在 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 它在后面有一道墙 它这个墓种级别也是非常高 在它的飞龙下面就是为它的一个地宫 它这个地宫有左右使有主墓使 在它这个四周全部由这个大师所砌成 我们看它一个整体 完全不像是一个吓人的墓使 在通往后面的主墓使 它是有两扇石门 在每一扇石门上面都有这个铺手 它那也是做出来的浮雕 看到这里我们说它是一座贵族墓 说它是一座亲王墓 也毫不过分 还有一个民间说法 就是这个丫鬟 它对这个王妃是非常忠诚 在这个王妃去世之后呢 它也是引毒致敬 所以呢 这陆王为了感念它的忠诚 也是为它修建了墓种 修建地宫 就在这个王妃两侧 这种说法呢 它是和情和理 也是自情自身 但是呢 当我们习以推敲 在当时那个年代 一个藩王 他怎么能可能 因为别人对自己忠诚 就为他为一个下人 修建灵墓 这藩王他不缺忠诚的人 但是呢 到底是为何而见 我们并没有太多史料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当我们看到 他整体一个墓种 在走下他的地宫 而且呢 在他祖墓室 也是非常庞大 这里面呢 全都是为大师 所契承 给人感觉呢 也是十分的丝滑 他怎么可能仅仅是为一个丫鬟 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猜测 如果这王妃墓里 葬的不是为王妃 而是为这陆王本人 那么在他两侧 这两个墓 就可以理解为 是为陆王 他的妃子 如果这么来说 也可谓是合心合理 这个也就是读历史 看古今的一个奇妙之处 所以呢 在现在我们一说看 在全国来看 他这个丫鬟墓 都是非常难得 可以数得上的一个地方 这藩王余智 这王妃余智 就连丫鬟也余智 这实际是非常的有意思